好 不过来看关心的是 这回身兼民党党主席 还有总统的蔡英文 在中场会前 不是为王者默哀祈福 发表了谈话吗 不过媒体评论员朱凯翔直言了 蔡英文是嘴炮王 只会讲改革 这些废话 只字未提 交通部 似乎代表林家龙吻了 蔡英文就是个嘴炮王 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无上限 不要怀疑政府改革的决心 这种话我听到耳朵都长简 大概这几年来听过无数次 所以这些都不是重点 但是你要大家注意 他那段谈话四分多钟 他讲了改革这些废话 但是他没讲的是什么 我特别仔细去听了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听第二次 他只字未提交通部 开口闭口都是台铁 台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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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铁应该要怎么样 台铁必须要怎么样 从中到里都来讲台铁 还提到了一次行政院 说行政院有列管 144项这个什么 应该要改革的事项 然后还提到一次行政院 但只字未提交通部 所以像这是走一个什么节奏 还有注意到吗 这几天开始的节奏 就是下追 下追包商 追台铁 然后就带风向 带林佳龙做得很棒 林佳龙做得很棒 然后今天总统在谈话的时候 又在讲台铁却漏掉交通部 林佳龙可能过关啦 那我们下来说 第三个都能够 第二个都能够 好 那就好 好 我们下来就是